最近,把脚靠在墙上的这个姿势特别火,据说好处多多,这个姿势叫做靠墙倒卧室,赶紧来看一下,如防止静脉虚张,改善血液循环的,但对于背部肌肉僵硬的人而言,这姿势仍然有些难度,所以最好预备一个大枕头做缓冲,以便好好享受这姿势为你带来的好处。 腿向上靠强势的好处,有哪些吗? 一,缓解大腿和双脚的水肿,低血压,每天长时间坐着的人,做这个体式再好不过,通过倒立的双腿,放松腿部肌肉,促进体液的流通,水肿等不是会得到一定缓解。 二,缓解腿部疲劳,仅仅是把双腿挂在墙上,就能让你的双腿和双脚的紧张感对消,甚至双腿也有得到一定的放松。 三,不分力的倒立,把倒立的好处全占了,倒立启示的好处。 一,让血压正常,二,让企业流动,三,促进消化。 腿向上靠墙式的倒立,也不像手倒立那样,需要过多的力气才可进行,它让你练习时,还能得到充分休息和放松。 简直是我被烂人的福音,此处把神经系统,做腿向上靠墙式,为的是身体的深度放松,配上缓慢,有规律的呼吸,更是能刺激放松和消化的神经。 在这种状态底下,身体消化效率更高,疲劳也能迅速恢复,坚持练习一段时间,全身的健康状态会有明显的提高,你也会发现自己很容易保持平静。 无培养平静的心智,就如之前说到的,这个体是最大的好处之一,便是让你容易平静下来,让思绪全都抓住在呼吸上,进入缠定的状态,靠墙倒卧是可能只有的好处。 缓解头痛,关节炎,高血压,低血压,缓解跌签和更年级症状,减轻肿胀,腿和脚抽筋和疲劳,缓解腰痛,配合其他动作没腿收腰。 我自己的感觉是要特别舒服,因为长期做办公室,腰部的压力很大,晚上回家这么一躺啊,比可丢带烟的金盘而舒服多了。 特别是补伤我这一身老骨头,还能轻松收获很多秘处。 所以,一,如果身体比较僵硬,腿离墙的距离可以跃远一些。 二,如果身体比较柔软,可以选择离墙近一点。 三,尝试根据电子移动你身体,直至找到对你最为有效的位置。 四,让腿靠在墙上,并尽量保持垂直。 五,感受你的大腿骨及腹部的重心,都从骨盆的后方渗透的去干。 六,闭上眼睛,让注意力慢慢集中到呼吸上。 七,保持十到十五分钟,八,最后,放下两腿时,屈膝,吃双脚踩住墙并抬高臀部,然后放下臀部,鼓气,请身回到坐姿。 躺着不安分的朋友,可以选择到这两个进阶动作,效果也是很好的,顺便坐仰卧体坐,八块步机,我来了。 左右白腿,风腰细腿说的就是你,而且这个动作运动到了想说和怠慢,从中医的角度说可以,促进消化,强健疲伪,强化为动力,缓解便利,消除粉刺和抖动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